昨天下午板橋地檢署公布了板橋幼兒園 36名兒童的毛髮檢測出來是陰性 確定叫做未檢戶 社會大眾所企判的結果 總算是有真相大白 孩子沒事 我心中的石頭總算放下 這次幼稚園會不會一樣 已經證明是一個謠言造謠的事件 太厲害了 聯進黨為了選舉 這樣傷害學頭跟家長 這樣傷害幼教老師 這樣的破壞書生跟家長和父親 這樣的誤蔑基層公布人員 這樣的引發社會整體的不安 民進黨 造浪者 變成造謠者 那一組行 你現實會一個大切 最後再一次強調 這個事件 台灣已經被傷害得太深 太深了 不能再被政治攻擊 濕淚了 我們整個事件 西北市政府 絕對會繼續 維護家長孩子的情意 已經是類的親師生關係 我們必須要努力重建 信任 以合作 讓校園平靜回歸 以孩子們為中心的存在寫行環境 對